屏东小琉球今年航起海上滑独木舟,不过昨天将您发现在中澳沙滩的游客误闯白沙观广港的航道,疑似差点就要被交通客船撞上引发民众热议,对此捧管处表示,航道上不准从事水域活动为者会开罚,并将对业者及游客加强宣导。 小琉球今年开始航起独木舟水域游汽活动,不过26日却遭湘宁拍下游从事该活动游客误闯东楼线交通客船的航道画面,疑似造成航安且恐有被撞击的危险,让许多人捏把冷汗,直呼游客简直不要命,希望相关单位重视该活动安全。 泰富轮船公司表示,经询问当时开船经过的灵性船长,船长并未注意到游客有挡住前方航道,推测应该是拍摄角度问题,事后才发现被拍下在网络讨论,过去甚少传出误闯航道行为,若有船长就会鸣笛警示并提前减速转向避开。 该行为实在很危险,琉球管理站主任苏瑞芳强调,游客从事活动应该要有航道安全观念并且自保,目前岛上独木舟业者共有三家将进行调查该名游客向那间业者租用设施,除了再次加强宣导外,若旅今劝导不听将采取强势作为。 大鹏湾风景区管理处表示,根据小琉球风景区水域油气活动区域分区规定,从岛上五处港口向外延伸600公尺范围输于航道,禁止从事任何水域活动,违反者将依罚。 展观光条例第60条第1,亮相处1万元至5万元罚环,游小琉球湘明26日发现华独木舟的游客物闯白沙观光港交通客船航道,记者讲记平翻设,分享。 红管处指出小琉球岛上五个港口向外延伸600公尺范围输于航道区,红圈处禁止从事任何水域活动,记者讲记平摄影,分享。